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情的催化剂 更是人际关系的助燃剂 就像山明鼓硬般 你热烈地分享 我热烈地回应 从而浓烈感情 凝聚亲情 深化友情 真正好的关系都需要分享欲 它不是敷衍式的嘎聊 而是从心里彼此牵挂 互相认同频共振 一 不分享就是自我孤立 有人说成年人的拒绝大都是从不愿分享开始的 没有干脆利落的道别 没有大张旗鼓的争吵 只有静悄悄地疏离 但一次次无声地拒绝既远离了他人 也孤立了自己 最终无人能懂 无人倾听 英国作家E.M.M.U.N.在《最初的爱情》 《最后的仪式》一书中 讲述了一个厨中人的悲惨故事 他是一名酒店清洗工 负责清理厨房锅炉 每天厨房里响彻着工友的吆喝声 打闹声 但他从来不参与 只是机械的刷锅 清烤炉 休息时 工友聚在一起说说笑笑 他则像隐形人一样 远远地躲在角落里 他习惯独来独往 本能的抗拒与人分享互动 甚至喜欢整日整夜地待在衣橱里 喧闹的交通 蜂拥的人群 都能让他万分沮丧 他唯一愿意相处的是一个又聋又哑的笼子 他们总是静静地坐着 没有交谈 偶尔相对一笑 渐渐地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 没有人愿意与他为友 他满腹的心酸 也无处倾诉 就像生活中的我们 因为疏于分享 来于互动 内心就潜意识地竖起了一道墙 即便通信录里有上千好友 哭泣时能无所顾忌地打扰得寥寥无几 有时想调侃老友翻出对话记录 竟然停留在两年前 想说的话输入又删掉 不是时空阻隔了关系 而是我们的内心拒绝了情感 就像古罗马哲学家悉尼加说 差不多任何一种处境 无论是好是坏 都受到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拒绝分享终将难以遇到温暖的相逢 自我隔绝则永远看不到世界的绚烂 二 不分享就会走向散场 人与人之间 不是靠单方的付出与包容就能维持的 无论多么深切的感情 当分享欲消失的时候 或将成为相悖而行的一拍两散 自媒体人紫归分享了一段扎线的故事 他和发小相交二十年 彼此相携走过青葱年少 互相见证成长 大学毕业后 发小回到老家发展 他则独自去深圳打拼 起初两人常常联系 分享生活的点滴 即便天各一方 也仿佛近在咫尺 可自从发小结婚生子以后 发小从大端的秒回 变成了息字如今的回复 我陪孩子了 再忙 回聊 好吧 哦 我想 或许发小真的很忙吧 久而久之 他们的分享交流越来越少 直到发小生日那天 他陡然想起发祝福时 却发现他被删除了 原来一次次的冷落对付 早已把他们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就像《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一书》中说的 曾经迫切地想与一个人好好聊聊 却发现共同的话题更换了无数遍 都被无数个 哦 好吧 打败 其实有情如此 亲情 爱情亦然 当你不再热切地回应父母的唠叨关心 甚至把朋友圈对父母设定分组时 所谓血浓于水的妇女母子一场 早已变成不断目送背影的渐行渐远 当你不再有一搭没一搭地与爱人聊天 不再有你在闹我在笑的幽默时 曾经死生气阔的不离不弃 转眼成了物是人非是事休的无语宁耶 雪怕太阳 草怕霜 人怕冷漠 心怕伤 人生海海 请珍惜那个愿意与你分享的人 和那颗愿意跟你分享的心 因为一颗心 被凉久了会冻成冰的 一段情被辜负多了 会磨灭成灰的 一个人被冷落长了 更会转身成路人的 三 好的关系要常常分享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长着香肠嘴 痞子脸的街道小宫 爱上了清秀端庄的报社姑娘 一见面 小伙主动求爱 姑娘却被她的长相吓退了 可小伙并不气馁 平凡地给姑娘写信 喋喋不休地分享生活见闻 所思所想 还有无尽的相思 我中午喝得大醉 被头儿当场点名 你妈妈不喜欢我 我今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飞飞飞 你快飞回来 在一封封书信的倾诉中 姑娘读出了小伙非凡的 才华学识和幽默的性情 也感受到了 她那炙热的爱和深情 于是姑娘开始回信 家事 心事 工作事 无所不谈 两人的心也越来越近 最终 他们谱写了一段 浪漫到飞起的爱情 他们就是王小波与李银河 最令人向往的是 他们如挚友般的倾诉和勉励 既收获了爱情 也成就了彼此的事业 正如约翰·贝曼博士所说 彼此接纳 关爱 欣赏 倾听和支持 感情就能更加积极 更有活力 分享的实质 就是在接纳 倾听中建立连接和共鸣 从而加深感情 但要做到真正的分享 首先你得学会分 对方才愿意想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 同品共振 真心要留给对的人 实际有言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理解懂得 真正对的人 一个眼神 就能传递万千情谊 一个表情就能全然明白 言外之情 但鱼儿接不住飞鸟的灵魂分享 山和水不会碰出动人的乐章 因为它们频率不同 想要建立一段苦乐同享的关系 就必须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 唯有频率相同 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 唯有真正懂得 才能理解相互闲聊中的山河万里 二 有分有想 感情才能历久迷奸 心理学有个曝光效应 也称熟悉效应 是指一个人在人面前曝光越多 相互成为密友的概率越大 因此 一段关系的维护 通常需要你来我往的曝光 双向奔赴的熟悉 即使分享时不是秒回 但一定会事事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 正如苏晴说的 所有因果不过是场互动 有分有想 感情才能想板长久 互通有无 关系才能生生相惜 三 正向互动 形成良性循环 关键对话书中提到 在实际沟通中 想要与对方成为朋友 就要学会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 人若想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 让人愿意分享 也愿意倾听 那必须要有愉快的沟通 互动式的聊天 即使是没来头的碎碎念 得到的不是不屑 而是理解和认同 纵然是无厘头的滑稽搞笑 回应的不是嘲笑 而是关注和在意 如此 感情的纽带才越来越紧密 相互间的惦念 和对生活的参与 也越来越密切 白居易说 乐人之乐 人亦乐其乐 忧人之忧 人亦忧忧忧 快乐着他人的快乐 才能收获更多的同乐 悲伤着他人的悲伤 才能感同身受的分忧 所有深远恒久的关系 莫过于投之以逃 抱之以穷摇的分享回应 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爱人也罢 学会分享 才配拥有 懂得回应 才会长久 即便分享的是一件件小事 维持的却是感情这件大事 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分享点滴琐碎 请一定善待 因为这是爱的表白 如果有人喜欢倾听你的唠叨废话 请务必珍视 因为这是懂得 更是深情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观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北野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资讯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